今天是圣诞节 你打算怎么过呢 想出去转转 然后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 那今天我媳妇儿骑这个大车 我等会去骑那个小车 其实我也好久没有骑车了 因为刚生病恢复嘛 也不适合太剧烈的运动 我们就慢慢的骑过去 I get lost in your deep blue eyes Like a shell in the sea I fall in love over and over When you're looking at me I think about all the work we've done And all that will be Through all of the hard and the good times It's you and me Time moves slowly When I'm with you Nothing better than this We could be forever Just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on This one life together Cause you are my love You are my first love Hello大家好 今天呢在这里去跟大家去聊聊天 聊聊最近我觉得在B站看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事情 就是我标题这么写的 就是最近呢我在B站看到了一些首页啊一些推荐的小视频呢 就是一些up主去聊自己不更新了停更了再见了 然后我点进去看了一下发现这些up主都特别的小 呃几百粉丝然后1000粉丝都不到 然后在这种类型的视频下面呢就有很多的评论 然后观看量特别的多流量特别的大 你就会发现这个B站的首页的推荐特别的奇怪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有人在这里去谩骂 有人在这里调侃 也有人去安慰 还有人分享说自己上传了几百个视频 然后粉丝量还没有视频的数量多 那么看到那些vlog呢 其实我内心还是很感慨的 说实话做up主并不是很容易 那么很多人看我的vlog好像也是我特别早做了一期原地倒闭的这样一期视频 但是那一期视频呢我并不是说我不做了 我只是说我就是买相机啊卖相机啊就破产了 就是原地倒闭就地倒闭 然后B站好像对这类的视频特别我不知道有优待还是什么的 就是让这个up主在放弃之前回光反照一下不知道 就是我那个视频好像也出现在首页 然后好多人过来跟我评论 然后给我提意见 当时也是把我给吓坏了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自认为的好好的在做vlog 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看 当然这么多年之后我回顾去看 其实我的视频质量也并不是特别的高 也很啰嗦很多的废话 然后我的vlog的一个方向也不是很清晰 就有的时候我会做相机的开箱 一些相机的评测 然后有一些呢我又会发表我的一些生活感想 就像这期vlog 然后还有一些时候呢 我是去会发一些我的生活的记录 比如说过圣诞节了啊过年了啊小狗生病了等等 所以我的vlog频道呢就是方向太多很杂 然后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呢很多人不愿意看或者说没有市场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最近呢我又做了一些比较通用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索尼相机的一些评测 一些吐槽包括防抖 然后也有人过来就是很热心的去给我提一些意见 比如说索尼防抖那个视频长达三十分钟 就有人过来去跟我说啊希望我把它做的更短一点呀 五分钟十分钟因为现在是个短视频的时代 然后这样会更有流量等等等等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功 但是呢我很早我就不再把vlog这件事情当做一回事 嗯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是有一点想靠这个挣钱 但这个点子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我一接触这个领域这样一个up主的这样一个工作 我就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业方向 这是我自己的认知 但就算你很会整活 你还是需要上岸 你不能一直在这里整活整到老 而且会有新的平台会有新的科技 如果那个时候你不跟上的话你就会发现 原来的那些优势就很容易荡然无存 当然这是非常怎么说我个人化的商业的分析 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分析师 但是在我的这么多年的工作中 我会认为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 能够让你有性价比的投入 就是你在同一时间同一种努力下面要有更多的产出 另外呢你要找到更多更长期的事情 我觉得做up主 说实话并不能够让我自己得到成长 那我觉得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你可以在工作中积累经验积累知识 可能你还可以学几门外语 这种事情是非常长期的 当然了你也可以说 就算你在工作中学习了成长了 你也不能保证在35岁或者40岁的时候不被裁 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概率方面 然后在机会方面 然后在个人方面呢 我觉得up主确实是要缺乏很多 所以很多人想要通过去做up主成功这件事情呢 说实话 是概率很低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给我提了很多意见 让我加个什么字幕 然后让我把视频做短一点 然后有这个一二三是更清晰一点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而且就像我说的 我并不是很在乎 所以我做vlog 只是因为我自己就很有分享欲 我也很喜欢怎么说 记录 去把我的一些困惑 一些选择 一些结论 去分享出来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能帮到一些人就更好了 所以说白了 就是我的本心是有分享欲的 而且我也喜欢就是在某种情况下面 在色恐又不见面的情况下去帮助人 我觉得做vlog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今天我就到我们这边办公室了 然后在这里去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我的工作环境 我就是一个程序员嘛 在我很多vlog跟大家聊过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这个桌面 因为我们这是在自己创业嘛 所以就是办公室比较小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位置 还是比较舒服比较轻松的 因为大家都痒了 所以就来了两个人 我的一个同事在后面 我们两个穿的衣服的颜色都差不多 然后我跟这位同事也是创业了好几个公司 反正我们都是一直在折腾 然后看看这个位置吧 看看这是一个显示器 我的显示器 我比较喜欢竖着方 因为我写代码就是会比较长 特别是我现在用这个语言加外语言 特别长特别啰嗦 所以我喜欢在一个屏里面去看到所有的代码 然后这边就是我用的一个主机 是一个Mac 然后有个外接的一个键盘 爱丽丝一种款式 不过话说回来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把事情想的很简单 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容易把事情想的很简单 我前两天看的那个不更新的告别视频 就是讲一对情侣 然后他们本身也是做媒体的 然后他们本来想辞职 就专业的做这件事情 然后发现第一没什么人看 第二不挣钱 第三要整活 然后第四自己压力很大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是完全美好的 就是我自己也创业 但是我都不觉得这个创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它是一个让你压力更大的事情 但凡现在有哪个老板跟我说 只要给我发钱 让我把事情做好 并且长时间不踩我 我是绝对不想创业的 他有一个分享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啊 就是说他会去列每个视频的一个怎么说 schedule就是一个计划 这件事情呢也是很多人给我提的意见啊 就是说我的视频应该有一些节奏 应该有一些过渡 有一些高潮结尾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我刚才也说了 它是违背我的本性 另外呢这样做的话也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他很像一份工作就没有必要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是会觉得 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奇怪 就大家看我跟我媳妇的一些生活记录 其实还是比较真实吧 但是拍摄的时候呢 总是会有比如说嘴瓢的时候 我们会重新录一下 有时候就是拍的时候呢 会吵架说实话 然后我们又会重新录 嗯不是所有的事情就是我拿着相机一直在记录 我媳妇都愿意的对吧 那很多时候你是会有矛盾的 这都是我天天拿着相机去记录 并且没有脚本的前提下 那有脚本是什么样呢就是 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干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其实你以为就这样完了 但是好我们干一件事情 好了下一幕再拍 好我们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好我们再下一幕吧 然后大家看看这个东西是变化 就怎么样 你会发现两个人在这里是非常虚假的 不是说他是一个贬义啊 我只是觉得他很假 然后你在后续剪辑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你说这里怎么嘴瓢了 哎呀你好烦 两个人就会争吵就会有压力 你想热门 你想红 你想火 那你就是一定要整活 那么你整活的话 你跟你的家人或者你跟你的朋友 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合伙人的关系了 而且这么多人去决定一个视频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这个视频的流量不高的话 那是谁的问题 比如说在我的身上 那是我今天没有表演好 还是我媳妇今天没有配合好 这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拿他作为一个生活的一个整活的记录 我认为他就是一个虚假的记录 那么在他不成功或者没有人喜欢看的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白了你没有流量 他可能会造成很多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值得 当然了 我觉得分享生活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值得作为一个卖点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做视频的话 你就直接整活得了 把它做成一个综艺 他可能会更有收益 那个时候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还是不要要脸 就直接整活整到极致 如果你是想通过这样生活的聊天的Vlog的话 说到我从逻辑上从理智上面来说 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市场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做得很好 但是对于很多 在今天这个时候 就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补充一下 就是娱乐这件事情 在经济好的时候是很有收益的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就很难有收益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 经济不好的时候 而且视频这个已经发展了好几年的情况下 不是你有很强的分享欲 你想要短期内 通过一个看上去好像自由创业的方式 去挣到钱的话 我不觉得做视频和做Vlog是个很好的选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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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们现在还留着两个人在加班 感觉在这边的同事都还挺好的 看到我还在这里录什么Vlog 也没有说什么 这就是创业比较自由比较好的地方 我这看门速度设置的行不行 现在我做Vlog特别喜欢拿这个小的话筒 因为这个小的话筒比较小 没有什么攻击性 放到嘴巴旁边说话可以声音小一点 但是很清晰 这样就比较好 等电梯中 看看 一层 我们这个加好 因为一楼有一个把握特别熟 走的比较晚 老跟他打招呼 走了 走了 对 来来来来来 现在差不多是9点半快到10点了 现在我就打算回家 然后最近骑的是一个电瓶车 上下班其实还是有点累的 骑两天我就打算再骑自行车 其实上周 上上周都还是骑的是自行车 因为这个电瓶车放久了 电没了 所以我就换一下 看看在这里 现在王府井的这个地方 都特别好看了 有点过年过节的感觉